孩子来了 唱跳那么好 能不秀一下吗 我唱歌也很好啊 我能不秀一下吗 所以我们就 强强PK 对 硬碰硬 其实今天看到姐 就这层装扮 已经特别的期待了 就像美食里面 色香味三道 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今天 首先从外貌上 颜色上面就已经 非常的吸引我的注意了 对 所以我也非常好奇 就是姐的舞台 对 那就PK一下吧 PK一下 我也 接下来 有请好吃唱艺人 文俊辉 为我们带来他的唱艺秀 No more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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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 一天都沉醉 天真 被动 Oh 其实 别 因为 我 你 我 都做 为 一块 太 现在 不太 等着 心里 好帅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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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年转发了 好 我们走开 我们走开 好 好 啊 好 今天 我去年转发了 太阳了 好 太阳了 太阳了 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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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 每个人都在一起 哇 孙悟空是不是 孙悟空 哈哈 看这些词 在说明我们的讲序 公主的歌曲 因为我们准备到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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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带领导的手套 I love my team I love my crew 여기까지我们的手套 I love my team 这都不得 我们的手套 让我们一起把任务的掌声送给文俊辉 跳得太好了 太有活力了 我说他想做什么 这个创意秀真的太棒了 谢谢 融入了中国功夫一看就是练家子 对 所以为什么会把这个中国功夫 融入到这个创意秀里面 是不是会跟你的这个创意美食提案有关 武术虽然我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练 但是我在当歌手之前一直是以 就是武打演员的梦想在努力 然后其实不光是中国美食也好 中国武术也好 在国外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值得我 觉得很非常的荣耀 非常棒的一个东西 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能把两个让我觉得很自豪的东西 展现给喜欢我的人 然后能让国外更多的朋友能看到的话 会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荣幸 对 因为很早就去到异乡进行打拼和练习了 有自己这个做饭的经历吗 哇 太多了 比如说像 像就是我从妈妈那个地方学来的炖猪蹄 这个可不简单 一来就是硬菜 炖猪蹄啊 对 因为我妈妈是重庆的 重庆 对 蹄花他要弄个蘸水碟那种 然后还有像鸡蛋炒番茄 什么韭菜炒鸡蛋 但这两道菜是在国外 是特别受外国人欢迎的两道菜 嗯 那其实贝比也是走南闯北 有很多异国他乡工作的经历 如果让你推荐一个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美食 给外国的友人 你会选哪个 我去国外工作 经常推荐给那些外国人说 尝尝拉火锅吧 真的好吃 那迪哥呢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 我自己做的那个成都的 土豆烧排骨 赫赫有名 没有 反正因为我那个时候 在家里真的请过外国 有人吃饭 我觉得土豆跟那种排骨 一般外国人接纳程度 还是能接受 因为外国人可能没办法 吃很多内脏 或者一些什么 鸡爪爪 鸡爪什么的 之前我看过有个节目 他们不是来中国录吗 然后挑战就是 比赛谁先把皮蛋吃完 当时那个介绍是 在中国放了一千年的蛋 就是那个皮蛋 他们好多吃了 一直在那边干 但是我们就觉得特别好吃 谢谢各位老师的分享 我们也期待 有更多的中华美食料理 可以走出国门 让大家都一品 我们中华美食料理的 来看